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分享一个扫帚苗的吃法 这种扫帚苗嫩的时候可以当菜吃,老的时候可以扎成扫帚扫地用 采摘好的扫帚苗用清水多洗几遍,洗干净它 不用刀切,像这样,直接用来做菜就行了,看着老其实不老 洗干净之后,我们再控干水分 趁这个时间我们倒一点蒜泥,加点盐,可以增加摩擦力,防止蒜瓣在倒的过程中崩出来,用手盖着比较好 水分控成这样,不要太干也不要太湿就行了 再放到一个无水的盆里,加点食用油,抓均匀 先少加一点面粉,再次抓均匀 面粉加到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少,我们再加点面粉 再次摇晃均匀 加到每个菜叶都覆盖一层薄薄的面粉就行了 铺一层打湿的笼布 把拌好的扫帚苗均匀地码在笼屉上,不要按压,越蓬松越好 水开上锅,大火蒸上四五分钟 我们再调一个汁,加点蚝油 用温水化开 来点芝麻香油 扫帚苗已经蒸熟了 除了扫帚苗,像豆角,土豆,胡萝卜也可以这样吃 取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碗,放到碗里 趁热,调散开 加上倒好的蒜泥 倒在蒸好的扫帚苗上,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蒸菜非常的散,又营养健康 越凉吃起来越筋道,建议试试点个赞哦 按一下 47.4 接受